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 为神奥秘士的管家 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 我都以为极小的事 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 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 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 但判断我的乃是主 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 只等主来 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 显明人心的意念 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 弟兄们 我为你们的缘故 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 叫你们效法我们 不可过于圣经所记 免得你们自高自大 贵重这个 轻看那个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若是领受的 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你们已经饱足了 已经丰富了 不用我们 自己就做王了 我愿意你们果真做王 叫我们也得与你们一同做王 我想神 把我们使徒 明明列在末后 好像定死罪的囚犯 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 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我们为基督的缘故 算是愚拙的 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 我们软弱 你们倒强壮 你们有荣耀 我们倒被藐视 直到如今 我们还是又鸡又渴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 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 被人逼迫 我们就忍受 被人毁谤 我们就善劝 直到如今 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 万物中的渣子 我写这话 不是叫你们羞愧 乃是警戒你们 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 你们学基督的 师父虽有一万 为父的却是不多 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 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 因此我以打发提摩泰到你们那里去 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又忠心的儿子 他必提醒你们 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 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 有些人自高自大 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 然而主若许我 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 并且我所要知道的 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 那是他们的权能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 乃在乎全能 你们愿意怎么样呢 是愿意我带着行杖到你们那里去呢 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dois 感谢观看